HELLO,大家好,我是...腿,對,安安 那...我們今天要講的就是要怎麼去抓一等的殭屍 對,因為我馬祖改家的話一定要有一等的殭屍嘛 那...因為這其實是一個任務啦 如果你們要解完完整的任務的話 建議還是要50等再來,就是整團50等 如果你們只是為了抓殭屍的話,其實230等就很夠了 230等就很夠了 那因為我們這次的主要目的是來抓一等的殭屍 所以就不會把任務完整的流程交代給你們 因為我們的任務是抓一等的殭屍 那我們就邊走邊說吧 那首先我們要來到奇力寸 奇力寸 那...跟這個紙條說話 他就會問你要不要剪 剪好之後,來跟這個爺爺說話 然後對話 他還給你一個道具 他還給你一個道具 就是...委託性 委託性 那我們再來到醫院 我們再來到醫院 我們再來到醫院 一定要有這個步驟才會變化喔 那我們跟這個護士對話 他說OK,講完 就會再拿到...那個...紙條 好,那我先跟大家說一下 當你開始這個任務之後 開始這個任務之後 你就沒有辦法 在奇力寸的醫院補血了 所以建議先準備好 然後再開始走流程喔 那拿完之後來跟這個NPC對話 那...OK,完成之後 就會再拿到一封委託性 那我們拿完這兩張之後 這邊開始 這邊開始就是一定要晚上才有辦法解的喔 前面這兩個步驟都不一定要晚上 那晚上的時候我們來到村長家 我們來到村長家 往...這邊走 會看到阿魯巴斯 那跟阿魯巴斯對話會進入戰鬥 他的等級是50等 然後旁邊兩隻殭屍20等 但沒關係 這個不用擔心啦 因為阿魯巴斯本身會逃跑 所以留下殭屍給我們打而已 對 對 所以根本不用太擔心 OK,那我們再跟大家... 這個紙條對話 就可以拿那個... 記載犯罪的紙條 這時候我們來跟村長對話 他說他女兒被綁架了 那我們就拿到委託信了 好不好 這邊要晚上才遇到阿魯巴斯喔 好不好 這邊一定要晚上才遇到阿魯巴斯 那這是重點喔 跟大家講一下 那我們這時候來到... 欸...走錯路,保險 沒有,沒有走錯路 沒有走錯路 沒有走錯路 保險 因為我剛剛在想事情 心情有點暗漲 那我們來到這邊 這是米類魯巴斯的家 跟他父親說話 然後他就說 喔,雙親的信 我們拿到雙親的信之後就在... 這時候... 這個不是一定要啦 這個不是一定要 但是... 我有點... 呃...不確定 因為這是要解那個... 護士帽 啊...我們如果有這三張 其實就可以去抓Eden的啦 那沒關係,我還是解給你們看 那我們拿到這三個信之後 就... 召集隊友吧 OK 那我們就直接出發 好不好 那這個地方一定要晚上才能進去喔 一定要晚上才能進去 那...我先跟大家說一下 你如果... 以後要常抓的話 以後要常抓的話 還是要... 撿那個... 呃... 護士帽會比較方便 方便... 蠻多的 因為可以走捷徑 對... 可以走捷徑 不過如果你只是偶爾來抓一下的話 就... 看你自己啊 就看你自己 那我們走到這邊 跟這個... 看門的... 護士帽 就可以進去了 到森林小路 然後繼續跟著我走吧 那這就是阿爾巴斯的洞穴了 我們要先... 因為我們... 沒有要走流程的話 沒有要跑流程的話 其實就是衝頂樓就好了 因為我們沒有要跑流程的話 要衝頂樓就好了 因為我... 再跟大家講一次 我們這個是... 一等的... 殭屍... 捕捉地點 對... 所以... 就... 沒有教大家那麼細 因為... 如果要... 解... 其他的要... 多跑幾趟 那... 這樣... 那個... 流程會變很長 那... 我順便跟大家聊一下好了 恭喜隊友升級 對... 就是... 其實我最近在拍片 最近拍片 大家應該... 都知道 現在永恆初心... 那個... 結束封測了嘛 然後現在正在等待公測 那... 我有時候... 我的影片會有標註說 喔... 這個是... 永恆初心拍的 這個是... 水藍拍的 對... 那... 我其實... 就是... 也不是說... 就是因為每次都去標記這個 或者是... 因為... 像我每天... 每篇文章 他標題會從下嘛 所以說有時候... 就... 乾脆懶得... 懶得打了 而且... 也很容易造成人家的誤會 像是我在... 拍永恆初心的介紹的時候 我想介紹的... 因為那個... 永恆初心... 要... 開的時候嘛 對不對 然後我就... 有... 去... 用水藍拍一些影片 那... 因為... 當時是想要給... 永恆初心的人去看這些東西 或是想玩魔力寶貝 就是... 其實大家想看都沒有差 那... 我就是想說 那...讓大家比較好找到 啊... 因為... 也是比較有... 有在想玩初心的人才需要這些資訊啊 我當時的想法是這樣 所以就掛了永恆初心的... 那個... 名稱 但是後面也有掛水藍 後面也有掛水藍 啊... 這時候就會有人問說 喔... 那現在永恆初心可以玩喔 然後說... 啊你這是什麼 啊這是水藍啊 這不是水藍嗎 你為什麼要掛水藍 什麼的 對... 然後就是... 就是會有很多人有這種問題 就是說... 啊... 現在初心可以玩了嗎 或是你現在在玩的是什麼 對... 其實... 很多人... 就是... 很喜歡問這個問題 啊我也不是... 我要先說 我也不是說 啊... 你問我我不會回答 你只要說 啊那我現在是用什麼拍的 啊我就直接說啊 對啊 我就直接說嘛 像我... 很多影片我也就直接說了 我有... 標數嘛 我有直接講說是用什麼拍的 對吧 那... 是因為... 就是一直回答這個問題 其實很累 其實就很累 所以我最近的影片 我最近的影片 除非是真的是用永恆初心拍的 除非是用永恆初心拍的 不然的話 我都直接打上新手避看 或是什麼... 呃... 什麼... 什麼職業避看 對 啊不會再去... 打上什麼永恆初心 或是水藍魔力之類的 因為... 就是很... 然後... 這樣其實... 就是... 啊... 那我也只是... 就是拍拍影片 啊我... 就是... 好像... 好像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 就是... 很容易被這種問題 然後來... 來... 有點質詢的感覺 對... 然後... 啊... 沒有... 就其實... 有點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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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因為... 就像我說的 基本上... 基本上... 我自己... 大家的留言我都會去看啊 我說真的我都有看 啊只是因為... 有時候... 他那個... 如果你沒有標記我 你沒有標記我 他就不會有那個... 回應通知 他就不會有回應通知 他就不會有回應通知 或是... 沒有... 我不知道是不是... 沒有公開訂閱 的話 他也不是一定會跳通知 我...我真的不知道 欸我真的不知道 欸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 我不知道啦 我真的不知道 大家真的覺得說 還是說今天你玩... 玩什麼 就一定要把他的名稱 完全打出來 啊... 就是魔力寶貝不是嗎 對... 好啦... 反正... 現在大家聽我發牢騷 現在大家聽我發牢騷 反正我們今天的目的是 來抓一等殭屍的吧 剛好抓到的話 也可以完整的... 完整的拍一下那個... 製作... 改造殭屍的... 流程 對... 畢竟上次只有... 大致的... 教大家怎麼弄嘛 大致的... 好... 反正那我就在影片也跟大家說一次嘛 反正因為現在永恆初心就還沒有開 所以我現在是用水藍的拍片 我現在是用水藍的拍片 沒有什麼好不承認的 沒有什麼好不承認的 啊...只是... 我沒有打在後面而已 齁... 對...我沒有打在後面而已 就這樣 好不好 希望大家都可以... 把影片看完 然後... 再來... 再來問我這個問題 或是... 你可以直接在影片下面問我說 喔我是用什麼玩的 好不好 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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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趕快去頂樓吧 因為沒有要... 沒有要... 那個... 走任務 的話可以直接衝頂樓就好 就應該對一下 這次要是沒有資格的 就可以了 就應該讓我看到 那一陣子 就應該到這陣子 就應該到這陣子 我來不見了 真的 就應該到這陣子 來不見了 那次要是 一陣子 就應該到這陣子 來不見了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順便跟大家講一下好了啦 因為畢竟還是有些人之後可能要無親的抓殭屍 對 所以我還是跟大家教一下 如果你想要抓殭屍的話 然後跑流程能走捷徑的方法就是 像我們現在不是拿一個雙親的姓嗎 對不對 那我們雙親的姓是要去找米內魯帕的 你把姓交給米內魯帕的話 你交給他 對不對 會得到米內魯帕的姓 然後你找到米內魯帕的姓 之後回到奇麗村的那個他爸媽的家 他爸媽的家把姓給他爸爸 把姓給他爸爸 就會再拿一封雙親的姓 就會再拿一封雙親的姓 然後我們再回到這個洞窟 找米內魯帕 他要給你封斯蘭羅蘭的姓 斯蘭羅蘭的姓 斯蘭羅蘭的姓 這時候再回去奇麗村 把那個羅蘭的姓 給他爸爸 就會得到米內魯帕最喜歡的娃娃 還對 這個任務就是一直回來回去回來回去 所以我在這邊很難交給你 很難演示給你看 因為過來過去 時間會很長 OK 那我們拿到娃娃之後 你把娃娃交給米內魯帕 對不對 就可以拿一個護士帽 有這個護士帽 你之後要來這邊抓 就可以直接走捷徑 至於拿捷徑的話 我也跟你說在哪裡 那我們現在就先 走頂樓吧 他要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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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死 他要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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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釋 他要回應 沒有 是 嗯 啊… 什麼事 什麼事 想要來朝頂樓出發吧 我真的覺得我很容易受這些問題的影響 我記得應該差不多快到補了 那最後…反正等下要拍完前我要跟大家說重複時啦…就是必須要注意的哪些事項… 對…必須要注意的哪些事項喔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呃… 等一下一樣會有重點整理 我一定能講解一下 對… 怎麼會有這個問題 讓我可以看到 我… 中文字幕 李宗盛 OK 下一輪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那我等一下跟大家說一下 那邊是封印師的天堂 只是這條路很累而已 這條路要走起來真的很累 不過說真的 我會建議你們 等下告訴你們 這是重點 重點我最後再告訴你們 基本上可以讓你們還賺滿多錢的 這條路很快 誒 這偷襲 殺到 偷襲不用封擊刀喔 這副作品是否有毛病 口可折 受傷了 回家中央無力的說法 快點 回家中央死後 快點 回家中央死後 Mil兩生 失敗 捨不得的 及待遇 哇,這部影片這樣拍著拍著有20分鐘喔 這麼久 有了 趕快到頂樓吧 到頂樓之後就很快了 10層 完了嗎?還是要頂了 12層應該要頂樓了吧 趕快結束吧 好 好 3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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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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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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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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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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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7 8 8 9 7 7 9 9 7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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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走錯路 那我真的不得不說 練風運絲真的很辛苦 抓一等寵真的超辛苦的 你看我們現在為了要抓一等的殭屍 這條路遠不遠 我覺得你們遠不遠 超遠的 超辛苦 超辛苦 那我們還沒有到達一級點 所以路上的怪你們都不用去看有沒有一級的 因為不會有 好 拜託 老到底樓吧 好不好 欸還沒 有幾層啊 這應該頂樓了 我猜的 OK到頂樓了 欸 欸 這還沒到 居然有這麼神奇的事情 居然 有這麼神奇的事情還沒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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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說 懷疑兩個人可以過的可能性 但是其實 那怪都是二級等 兩個人四級等 配亂射應該是沒問題啦 不要說是亂射 兩個人來這邊 OK啦 因為我原本是想說找他兩個人來的 所以 我跟大家 反正大家看一下應該是OK啦 我覺得啦 只是上頂樓有點累而已 那我想應該快到頂樓了 我想啊 我合理猜測 應該下一層就頂樓了 15層之後 16層就是頂樓 сол笠 15層 六層 四層 五層 五層 拍拎 五層 二層 XD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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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ill,頂樓了吧 要頂樓了吧,真的,我真的覺得該頂樓了 他在不頂樓,太怪了 我相信走上去就頂樓了,你們信不信 漂亮 那我們到達研究所了,這就是頂樓 好,這就頂樓